花莲市长魏嘉贤在今天分别前往门洛医院和花莲县卫生局来赠送暖心餐盒和饮料 市长感谢医护人员及卫生局同仁在防疫期间守护大家健康 在感染风险最高的第一线替民众来筛减和注射疫苗 而卫生局同仁也都努力成为每一位医护人员的后盾 因此市长代表全体花莲市民透过赠送暖心餐盒的举动 感谢他们让大家的生活可以安稳 市长魏嘉贤第一站来到了门洛医院向医护人员表达谢意 并且赠送特制餐盒还有人饮 门洛医院院长吴俏亮感谢市长和花莲市民的支持 他表示医院会持续加油来做好医疗照护工作 谢谢市长 这关系我们真的是在第一线的一个工作人员 大家这个部分花莲市还是蛮多确诊的一个民众 那这个部分都是需要我们尽力全力去照顾去配合的 所以这个部分非常谢谢市长 我们卫市长真的是体谅第一线的工作人员 那我今天有这样的一个物资来慰绕他们 真的是非常高兴 谢谢市长 市长第二站来到了花莲县卫生局 局长朱家强表示全体同仁都很辛苦 但为了乡亲的健康安全大家会坚守到底 也感谢市长和市民朋友的鼓励 在防疫的过程中我们的同仁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每天的疫调每天的接电话 甚至接到很多民众的这个请愿 那也让我们同仁的压力真的非常非常大 那我所看到他们这是无日无夜 那在卫生局工作 说实在我们这边真的都是灯火通明 那当然大家都看到医护的劳累 但是很少人能够关心到 我们后勤的所有的这个防疫团队的这个辛劳 那今天市长带着我们花莲市 所有市民的爱心跟温暖 来到我们花莲县的卫生局 真的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 市长温嘉贤表示 防疫期间卫生医疗人员最辛苦 需要大家给予更多的支持和鼓励 这一段期间里面看到医护人员 真的非常辛苦而且非常辛劳 那特别准备一些点心跟茶点 给这些医护人员加油跟打气 也期望我们更多民众 都能够继续支持医护 那我们可以看到 疫情期间除了医护要帮病人 来做相关的一个筛检之外 还有疫苗的施打 还有非常多我们防疫 居隔的一个协助的部分 还有后续的线上看诊 等等的一些部分 都是非常非常辛劳的 那几乎是每日每夜 那家庭也必须要顾及 那我们在此也要呼吁所有的民众 那在如果有一些病情跟症状的时候 多多给医护人员更多的体谅 跟更多的打气 我相信他们会无怨无悔的 继续为所有的民众来付出 在此我们代表花莲市市民 来致上最崇高的敬意跟谢意 餐盒和饮料不是很贵重的礼物 但是有着满满的鼓励与加油 第一线医护人员感受到 花莲市民的暖心 也将继续努力和全体乡亲 一起来对抗疫情 接着一会欢迎视报道